要是中国人一人一票来决定 这才是民主自由啥的话 那么弯弯早就回归了 100个中国人 我想99个都会投票让弯弯回归 讲这句话实在太荒谬了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你跟他起码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说要梧桐 至少他还可以想到有选票的方式 所以我还蛮支持他 因为台湾可以让中国人想到 选票好像是可以用一下 你说台湾是不是不得了 对 台湾对你们中国人来说 比吃饱饭还要重要 对 我觉得非常欣慰的是 他居然已经可以想到用选票来解决问题 中国人进步了 不管怎么样 对于有观众觉得说 中国人如果有一人一票 就可以怎样怎样的话 我还是很支持他们 现在马上六月份了 我也是希望他们可以不要光耍嘴皮子 不是说100个人有99个都支持台湾回归吗 赶快组织起来 这个六月初天气好嘛 对不对 去天安门去请愿 要求中国人要有一人一票 中国人民解放军绝不会做事不管 当我们提到台湾的时候 实际上是把中华民国台湾 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概念来谈的 而不仅仅是一块土地 收复台湾意味着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台湾 已经建成的民主政权 并且占领其领土 奴役其国民 这是一个完整的收复台湾的概念 要是中国人一人一票来决定 这才是民主自由啥的话 那么弯弯早就回归了 100个中国人 我想99个都会投票让弯弯回归 讲这句话实在太荒谬了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哈哈哈哈哈哈 你跟他起码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说要武统 讲讲办法干他一炮 至少他还可以想到有选票的方式 所以我还蛮支持他的 那我就想问 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会觉得说 可以决定台湾的未来呢 我们那头国家的领袖说了 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所以中国人就相信了 台湾的未来 好像跟我们是有关系的 我根本就在胡说八道啊 众所周知 就是我们那头200斤 比较缺乏文化知识 登基了以后又贪图享乐 身边的太监又不告诉他实情 所以他是自以为是把自己的理解 去讲给中国人听 然后你知道中国的信息是闭塞的 所以中国人就跟着他一起去相信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事情你们台湾人是有责任的 干我们屁事啊 我打个比方 中国之前一直会挖出来一点 比如说像蔡英文 说她自己以前是中国人的那种影片 我是中国人 因为我念中国书长大 我受的是中国式的教育 然后你看中国人就会高潮 会留言说 哈哈他双标之类的 蔡英文当时讲自己是中国人 讲的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 不是现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 对 这是两个国家的概念 但是很多中国人 并不具备这个基本的常识 反过来呢 台湾人呢 又好像很忌讳讲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对 所以一直以来 就任由中国政府 将两个国家混为一国 在国际上面喊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用这句话 对内洗脑对外施压 诶那你觉得要怎样给你们中国人 科普啊 首先我从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 一定是把中华民国台湾看成 是一个整体的国家的概念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不要去避开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因为我们阿公啊 最怕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在我们的宣传的语境里面 中华民国是已经被消灭了 民国借于清朝和新中国之间 具体化度为1912年1月1日 至1949年9月30日 诶可是你们没有孙文这个人存在吗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啊 都有讲说 孙文啊 他因为革命了11次 然后终于成功了 所以这件事情在你们中国那边 完全都没有 他成功是成功了嘛 成功了之后 但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孙文的东西 哦 所以中华民国不存在 宣传里面没有说 其实是并存的状态 但是我是怎么感觉到不对劲的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他天天讲一个中国政策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本来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到的东西 都是中华民国不是早就被就是消灭掉了 只有一个中国 那为什么你还要去强调只有一个中国 哦 你没有这件事情 为什么还要去强调 就好像有一个人到处讲 我只有一个老婆 你们一定要坚持我只有一个老婆的原则 谁如果说我不只一个老婆 我就不跟你玩 就正常来说你只有一个老婆你不用讲嘛 到处要主张一定要承认 或者一定要尊重你一个老婆的这样一个观点 那我就觉得是不是你其实有很多个老婆 然后不允许别人讲 对 我是这样子好像觉得哪里怪怪的 所以你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台湾的存在 台湾存在知道的 概念里台湾只是一块土地 但其实你看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 国号就不一样 所以肯定不是同一个国家 对 通常我们在讲中国 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我们提到台湾的时候 实际上是把中华民国台湾 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概念来谈的 而不仅仅是一块土地 正因为是这样 中国一直提出要收复台湾 实际上提的不是说我要这块领土 收复台湾意味着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台湾已经建成的民主政权 并且占领其领土 奴役其国民 这是一个完整的收复台湾的概念 我是这么觉得的 想要真正的消灭中华民国 他是很害怕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的 他最不怕的就是你整天讲台湾 他最不害怕 他的宣传台湾就是一个领土 但实际上台湾是中华民国台湾这一整个国家的概念 所以我们台湾人应该要纠正我们自己的讲法 我们要说我们是中华民国台湾 我是从外人的角度来看的 一直只讲台湾的话 对于阿公给中国人的那个宣传来说是有好处的 中国人会越来越觉得 那确实这只是一块领土 那既然是一块领土的话 那这个主权归属就有的说了 但如果说你是一个国家的话 那他就不是一个主权归属的问题 像这种情况类似于北韩跟南韩 虽然你可能从官方名称上来说 你都可以叫他韩国 但事实上他就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中国人是很容易就听懂的 当然我非常非常清楚 台湾跟南韩之间的不同 台湾面临着二战后 由同盟国跟轴心国所遗留下来的台湾领土未定的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就是未来中华民国台湾 它到底是走向中美复交这个方向 还是台美邦交这个方向 这应该是2300万台湾人自己决定的事情 对 我作为一个在上海出生成长的人 我从小是被困在这个信息封闭的环境当中的 出来以后过了很多年 我才慢慢的了解到这些事情 所以我知道一般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么多东西 因此基于我的视角跟立场 我能做的就是告诉那些还在信息封闭环境当中的人 台湾人的护照是绿色的 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台湾 那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嘛 这个200斤其实误导了大家 对 就因为有这种误导 所以中国人才会觉得 台湾的未来跟我们是有关系的 根本就没关系 只有台湾可以让中国人想到 选票好像是可以用一下 你说台湾是不是不得了 对 台湾对你们中国人来说比吃饱饭还要重要 对 我觉得非常欣慰的是 他居然已经可以想到用选票来解决问题 中国人进步了 其实现在的中国根本就没有用选票来解决过问题 可是你们那200斤不是用两 不是用200多 可是你们那200斤是用2000多票选出来的 如果他们呈现出来的 是中国也用了民主选举的方式 哪怕只有2000多个人有选票 那也是用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国家主席 由此证明着国家主席的产生是合法有效的 官方承认了2952票真实有效 那这样的话那位观众他就危险了 怎么说 他说中国人一人一票来决定 那么弯弯早就回归了 也就是说他说那个2952个有选票的人 那些人并不支持台湾回归 他认为那2000多个人不能代表他的这个意志 要不然他就是在说这个国家主席的选举根本就不合法 对那他的意思是说中国人一定要一人一票来解决事情才会比较完整 哦他可能有往那个方向去想了 诶那中国人真的变文明了耶 那不管怎么样了他都已经触犯了颠覆阿京政权罪了 哦赶快把他抓起来 我想到了之前我们在聊在日本的香港学生回香港的时候被抓了 说他因为在日本留学期间在网络上面支持过香港的运动 所以涉嫌违反了国安法 然后日本的学者啊法律界的人士就担忧嘛 这个行为已经影响到了日本本土的言论环境 例如说日本大学里面中国的学生或者香港澳门的学生 对于一些课题他们就不能自由的作答 对对对 可是呢有一个观众说中国法律有属人管辖原则 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在发这个视频呢 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说的这个中国法律到底是怎么通过的 他说我在人大学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有问题吗 他刚刚说的是国安法 怎么现在又换成刑法 对啊 他是觉得刑法可以管一切 神经病哦 然后他也强调他是在人大学法律 那不在人大学法律的人就不能知道法律是如何通过的吗 就像台湾同文法一样啊 我们会先公投啊 然后去立法然后再去删读通过这样子 公投的时候就如果不同意的话 他就不会去支持 对就不会去支持 就不会去定制这个法律了 所以不是说一定要在某一个大学里面学法律 他才能够参与到这个例 没有没有没有 通过 公投是全民活动 那这个人啊 他其实暴露了这个中国啊 这个法律制定过程的黑箱操作 对耶 他默认觉得普通老百姓就不应该知道 然后我就问他了 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底是谁授权的 哎 然后他就说 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 支持了共产党 帮助了共产党 嗯 偿扰了 那结束了国民党的统治 由全国人民民主政治协商诞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由此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 我问他 那人大用了什么方式体现它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呢 嗯 他说 打开十万个为什么自己看吧 小学生吧 问问问 哈哈哈哈 讲不过你就叫你去问 不是这个问题很好解答 体现代表人民意志的东西 那不就是选票吗 对啊 超级北七的 所以我说嘛 这个观众其实他还没有进化到 或者没有意识到选票的作用 嗯嗯嗯 而我们开头的那位观众 为什么我要表扬他 因为他起码已经意识到了 选票的重要 选票可以解决问题 只是他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选票的意义在哪里 对对 他觉得选票可以去选台湾人的事情 这就好像有一个观众讲 他说 刚刚我们全家投票 全票通过把隔壁邻居的房屋占为己有 结果被贬回来 差点往生 哭哭 哈哈哈哈 北七 其实投票这个方式呢 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了 并不是说大家比谁凶 要影响你的身材 比谁打中国人打得很 然后谁就能坐江山 这个方式一定是不对的 它也是一种方法之一了 只是说用投票这个方式呢 在一个共同的这个团体里面 多数尊重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的这个规则 可以减少流血牺牲这种发生的概率 就像之前我打过一个比方嘛 我说 人类发现 便便的时候呢 把裤子脱下来比较不容易弄脏裤子 但是并不是说便便的时候 不把裤子脱下来就是不对的 你也可以穿着裤子便便 只是那样不是很卫生 对 有一个观众啊 他就讲得很好 他说 当欧盟的英国要脱欧的时候啊 是由英国自己的人民公投决定 欧盟各国不会说是让全体的欧盟一起投票 来决定他们这个欧盟的金主英国 到底能不能脱欧 对 还有就像美国各个州在炒独立的时候 美国政府不会说要全体各州的美国人 一起来投票来决定那个州能不能独立 只是会让当地的州政府自行来决定这个投票 这样的案例其实比比皆是了 只要是公正公平公开的投票 有正常的民主素养的国家都会尊重 但是有人会说啊 由巴塞隆纳自治政府举办的 公平公开公正的公投选举 90%以上赞成独立 但最后却没有实现 所以不要对民主抱有天真的幻想 看过这个留言至少有两次了 我记得是不止这一次了 这其实是一个逻辑谬误了 西班牙巴塞隆纳的独立公投最后失败了 它是一个结果没有错 那逻辑谬误就在于 你不能拿一件事情的结果 去作为民主投票 或者说民主制度 它就是一个天真的幻想的原因 我拿中国最著名的逻辑谬误的例子来解释一下 中国官方说啊 因为有境外势力啊 持续发布中国的负面的事件 导致呢 中国人被洗脑 对政府失去信任 所以要建立网络防火墙 禁止中国人使用境外的APP浏览境外的资讯 就像我在中国的亲戚朋友也有这样跟我讲过 他说你不能总是看这个海外的这种资讯 那会被洗脑 有时候呢也要同时看一看中国的新闻 中国新闻洗脑更大 这件事情中国官方的逻辑是因为有境外势力 所以导致中国人对政府产生不满 但实际上它的逻辑是什么呢 是人民对政府的施政首先先产生了不满 但是政府呢没有去解决问题 而是去解决了发生的人 同时呢又实施了严格的言论管控 中国的媒体都形同虚设 大量的大家关注的热点事件在中国看不到 所以那些关心社会新闻关心时事的人 才不得不透过海外的媒体平台去了解资讯 那如果说中国有新闻自由 各种立场各种观点百花齐放 老百姓呢又有发声的管道 不会被无缘无故的删帖封号禁言 那我们这种自媒体早就没有人看了嘛 哪还来的什么境外势力 哪来的境外势力啊 别求吗 对 那我的人还是希望呢 有一天中国人是真正能够拥有选票 不过呢就是他知道了选票有用就不可逆了 可能到了那一天啊 就算台湾想要加入中国 当时的这个中国的执政党就算他还是阿俊好了 这个阿俊啊 可能就是拼了命的在国际上面主张中国跟台湾互不隶属 如果说台湾加入了中国 那政党就变多了耶 一下子都变好热闹哦 起码在中国那个超人气偶像组合 中国国民党 在中国就是人气爆炸的 对于阿俊来说就是很大的威胁 真的耶 阿俊最好是在中国没有人可以换掉它 那个时候阿俊一定会在主张一个新的一种政策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民国台湾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耶 你要是这样讲的话 然后黄恩跟黄志简会哭哭耶 但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就在中国强烈支持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哈哈哈 他们可以转换立场 不管怎么样啦 对于有观众觉得说中国人如果有一人一票就可以怎样怎样的话 我还是很支持他们 现在马上六月份了 我也是希望他们可以不要光耍嘴皮子 不是说100个人有99个都支持台湾回归吗 赶快组织起来 这个六月初天气好嘛 对不对 去天安门去请愿 要求中国人要一人一票 中国人民解放军 绝不会做事不管 上一集我们的问题是 你有什么上瘾的事情吗 这位观众就说 我上瘾的事情是 在中国厂商发行的网络游戏内 以各种形式突破禁言打出8964 哈哈哈哈 陆月四日 六月三加一日 一加五月四日 哈哈哈哈 还有打出台湾政治人物的名字 如果打得出来代表他们这个游戏还太小咖 可是这样的话越来越多的中国网络游戏就会被封杀掉 就不能玩了 太惨了 还有一个观众说 每天笑小粉红打脸自己 每周细数辱罚名单 每月看共匪自己作死 很上瘾 阿公倒了怎么办 这样子就没有话题了 没有乐趣 这位观众说 我从同情想看粉红觉醒 争取自己的自由 到现在看小粉红人矿韭菜 不断地做自我无法解释的事 越看越上瘾 说实话 我好像现在有点 开始变了 变成这样 我也在觉得想看他们作事的事情 我初心变了怎么办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 现在你最想用选票解决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用选票的让赵立坚回到外交部 最近他外交部都没有那种乐趣 你知道吗 战狼不见 大家都很想念他 战狼不见 毫无保留地与各国分享反共 防控诊疗经验